《長生不老藥》 媽媽 是不是我想帶哪裡去找 是呀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發腸生不老藥 你要研發腸生不老藥 對 河東堡今年4歲了 我常鼓勵他什麼都可以嘗試 什麼都可以喜歡 我希望他從小就能活出自己的樣子 以前我是一名創意工作者 喜歡用手繪和插畫去記錄生活 很多家長在那個時候 就讓我教他們孩子畫畫 可是我發現孩子們大多數都只是會臨摸 不會創作 比起教孩子畫畫 我更應該去教他們想像和創造 小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樂樂老師 我是何創造 下面我們一起來玩發第一步 我的線上課程已經教了五萬多對孩子和家長 我希望無論生活在哪裡的孩子 都有一樣的機會 通過更好的藝術啟蒙 去發現真正屬於他自己的人生 我鼓勵他們去獨立發現和思考 去大自然裡面做藝術創作 手可以比山大 河流可以是彩色的 孩子們當然更喜歡這樣的學習方式 也會更加主動地去學習 對於我自己的寶貝 我也鼓勵他去探索 我們會經常一起開著奧特賽帶他出去 一路上他一直興奮地到處看 和我分享他的奇思妙想 我會陪他一起把這些創意都實現 帶他出去看世界 看他把自己眼中的世界帶回來 漸漸地發現我家的奧特賽不僅僅是個車 它已經成為了我們的移動創意空間 車裡的空間很大 我能夠把各種用來創作工具都帶上 一起做剪貼畫 一起做植物標本記錄 車裡還有專屬於河童堡的小工作區 可以撐起他所有的想像 在我們的影響下 我的爸媽也越來越愛和我們一起出去了 他們也想看看河童堡所說的那些豐富多彩 每個孩子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 為他們創造更大的空間去自由探索 這是我心中教育的意義 教育不是把籃子裝滿 而是把燈點亮 廣企亨達